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加州是中央检察大学犯罪防治所的脖子 中央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 美国休斯顿大学城中校区行事司法学区访问的学者 行政院青少年事务促进文会的委员 他类政部犯罪研究中心委员 中央检察大学教师会理事长 中央检察大学行政检察学区教授兼系主任 及检察政策研究所的所长 中央检察大学公共关心事主任 中央检察大学法学区兼任教授 开南大学法学区兼任教授 他现在是中央检察大学 行政检察学区及检察政策研究所的教授 国安大学国安管理学院 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卫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化 推动教授委员 法务部犯罪防治研究所研究发展执行委员 法务部联政署联政委员会委员 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 审议委员 台北市少林辅导委员会委员 新北市少林辅导会委员制造委员 北市青少林辅导委员会委员 新北市政府曾将发展及性别平等专业小组委员 财长法人向阳公益基金会执行长 台湾犯罪被害人权服务协会副理事长 台湾经少林犯罪防治研究协会常务理事 台湾防暴联盟常务理事 台湾减害协会常务理事 中华民国犯罪协会理事 中华检政研究协会理事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见识 台北市澎湖同乡会理事 他曾经著作有 当前犯罪控制罪切之研究 两极化形式政策的观点 形式学讲义 变动实习形式政策 形式政策学 风险社会以犯罪治理 犯罪以形式政策学 犯罪学以犯罪议法 特处有官户制度以设计处理 犯罪被害人保护制政策 以法制家庭暴力 侵害问题的罪责等处行 专场刑事政策 犯罪学 犯罪议法 以形式法 发尽犯罪 以形式死网互助 新少年事务 护佑安全等盈盈盈 哇 我们许教授真是做才作业 我念得都头一头一 等一下许教授的影响 我想各位应该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国力 恭喜教授 谢谢 那谢谢洪博士 谢谢王社长 这个 总算把电脑也搞定了 那今天很高兴 我想五年前 讲过社区治安 那今天我换一个 虽然是以社区治安为中心 我今天最主要是要 最近很热门的 就是怎么去建构这个社会安全网 那大概 我这几年 有写了几本书 其中我最主要是在研究犯罪协 跟犯罪义法 尤其是 我在2010有出一本风险社会 其实从早上到现在 其实我今天很早就出门了 真的是一个风险的社会 为什么也没想到电脑 不能用 那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风险社会下的危机处理 那我一直很相信 我们国务纪念馆的办事能力 要不然我早就 刚刚就叫小孩子从家里 带电脑过来了 有惊无险 我们要坚持 他刚刚本来叫我说 不要用电脑 就讲了 我说不行 你要赶快去联络 那什么叫风险社会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 不确定 野日激增 红博士都办了十几年 也没想到电脑会不见 那整个社会结构越复杂 尤其是很难预测 那 这样子导致什么呢 不安 那这个风险社会 大概在台湾这几年 最热门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水机杀人 你看看我们台湾第一件 随机杀人 这个房屋康 他随机的 查电话簿 看哪些在出租的 这个他约了 这个房东 不只把房东杀死了 还得到他家 把他太太跟小孩子 也杀成重伤 那这件事情之后 大概最有名的 就2012房屋康 这个文青这件 这件大概留家一记名言 反正杀一个也不会死 那这件最终定验的 本来是武器 那这个在台南湯姆熊 那这件之后 再两年前 521 就是正捷 正捷这个事件 到现在 他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撼 就是 第一个 你在捷衣打个滚 短短四分多钟 可以杀死四个人 22个受伤 更重要 他跟一般我们写犯罪不一样 因为我有去问过 陈欣欣36个小时 大家有兴趣去打一下 陈欣欣是一个怎么样 跟我洗胡生的名字 他被枪毙 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正捷这个事件 为什么引起很大的震撼 他也没有什么前科 也没有什么素行 然后 今天起诉出判决署 都说 是因为他小时候 被他两个小女生欺负 长大一定要把人干掉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的话 玩到太恐怖了 对不对 我们从小谁没有被欺负过 随时都要把人干掉 那这个父母大概很三百斤 你怎么什么时候 会养出一个正捷这样的小孩子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震撼 除了这样子在捷印短短几分钟 可以杀这么多人 那 郑杰这个事件发生 我参加好多座谈会 我包括去板桥分岐 因为郑杰就读板中的 也找了他们教官 其实郑杰在板中 表现算还不错 他说只敲过两个小时 成绩也中等 所以后来他去考上国防大协 那到底政捷的转捩点在哪里 我大概用很多方式想要去了解 其实官方的判决书 并不能看出一些真理 但是国防大协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他去读国防大协 想说可以帮家里减少一些负担 但是他可能到国防大协那边 没有什么学习动机 我自己在警搭跟国防大协 也兼克了十几年 在警搭教书教了二三十年 其实在这种经济研校被退协的不容易 他后来是在国防大协退协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国防大协这一段 我们可能要多去了解 然后后来他转去东海 我想整个心都没有 已经完全 都没有一些学习动机 他心只想要做一件事什么 证明我可以杀人 所以他每天在这种电玩电洗 而且他每天跑步 怎么样 我再一刀就要让你毙命 这个要赢格信念 真的四分钟可以砍四个人 那在他枪毙之前 刚好我在四月份有到北所 去做了一个演讲 台北看书所 所长刚好是我同学 还有他的辅导科长 我也特别问一下郑杰的状况 郑杰包括被判死刑到被枪毙 他都不道歉 他一直认为说 我只能打败你 我不能被你打败 但是到底什么原因 让郑杰会产生这样子 好可惜 因为他被枪毙都太早了 我们没有好好的研究 但是据我所知 他这个人 可能在国中阶段 有被欺误破 然后他有去反抗 反抗之后可能在协校 还有包括他家长处理的 我们还是比较一种 又压抑的压制的 所以他在内心里面大概说 我被人欺误 我一定要抗击 然后抗击是我要操控你 不能让你来操控我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政杰症事件之后 接下来就发生了 过了不到几个月 过了一年 在文化国小 又发生拱重案这件事情 这个跑到文化国小 刚好我在国防大学 那个政战协院 文化国小就在旁边 我每个礼拜会去那边 那拱重案子发生之后 我当天晚上 那个中国时报的 萧承训 跑社会记者 他那天有打个电话 问了三个人 一个问了我 一个问了我们学校 一个前教授 那拱重案这件事情 发生之后 不久又发生了 波怨金这件 在重山检验站 你现在在车上 你上去还可以看一看 那检验站 你看 那个手滑梯下来 从后面同理 你怎么慌 真的慌不胜慌 那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过了一年多了 好像大家 只沉溺在 这种人 就是要让人去判施 赶快去执行 没有忽略到一个社会安全 群体是怎么建立的 直到 今年的321 又发生了 这个 小灯泡这件事件 那这件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你很难一测 走在马路边 带着个小儿童 要去接姐姐 回来 就这样子 人头部 那这几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在去年 有在联合报 联系写了几篇文章 在民意论坛 拯救孤立 灵魂 阻止下个随机杀人 其实这随机杀人 不只在台湾 在日本 2000年到2011 发生了52件 11年52件 日本 他们在2013 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发现 他的动机 很多都是对自己敬意不满 或者有一定比例 有自杀或期待被判死 或者希望进行 甲鞭警方 像 那个 湯姆熊 以及对杀人有兴趣 然后 这些人大概都是怎么样 无业 家庭不合 基无定所 社交不良 属社会孤立 那面对这些怎么办 所以我在这边后面就说 我从两年前 政权事件 我常在讲这句话 疏离的社会 游离的灵魂 所以家人是最重要的第一道方线 我们要多关心 家人 还有社会疏离的人 另外 日本这个研究报告最后的结论就是 要给这些人有一个安身立命 出人夺地的机会 但是这个不容易 但是 这个才是最自本的 自根的 不是说用一颗子弹来解决 那这个是 针对文化国小 那郭元均发生之后 我又写了一篇 去年 也是一样 随机杀人 怎么去终结孤立 那这个怎么去终结孤立 为什么呢 这些事件 为什么这么平凡的发生 很重要的 缺乏爱跟关怀 产生的孤立感 导致这个社会心理的不满 而且现在整个网络网路的发达 这个很多 就在这个心理世界 也容易产生模仿 加上我们整个都市化 充满着不认识的人 很容易对人产生毫无关心 那最重要的是 整个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的改变 整个M型化社会 全球化 这个阶级的流动更不容易 这些底层社会的人 那我大概联系三年 去讲那个什么 现在拉K的要裁划2万到5万 还要接受6个小时 我已经去讲了50机场 对这些吸毒的 我观察了这三年多 大家想一想 现在拉K的严重不严重 我跟他真的很严重 像是三级警察 还不太想去抓 我现在也是毒品審议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 那每次开会都在讨论说要不要把它提升到二级 那大部分写手都反对了 为什么 你提升到二级是属于犯罪 可能第一个建议也关不下 那第二个 现在的药物太容易取得了 你把它提升 K它们提升到二级 可能其他新型药物就出来 早期的毒品要栽种了 鸦片 现在随便在建议关过 在家都可以制毒了 现在制毒机制太容易了 那为什么这一波的毒品 青少年的毒品这么严重 我三年多的观察 第一个 大家未来有希望 我常在演讲常在讲 像我刚毕业76年 一个月一万八 隔年想要结婚 买过房子一百十三万 带个款亲捧好友借一下 现在说二十五K好了 现在我看同样的地点的房子要多少 最少要一千多万 我看现在不吃不喝 大概也难不起 所以现在啃老鼠一大堆 就是年轻人 他没有未来感 没有希望 才是整个 这一波毒品犯人最主要 那加上现在毒品 取得实在太容易了 他也不把它当做是好像在吸毒 好像只是一个坏习惯一样 所以 终结孤立实在是最重要的 那 刚刚讲到小灯泡这件事情 那天三月二十一 我印象很深刻 我回到家六点多了 那天下午 刚好在台北市政府开会 联合报 民意论坛 主编打电话说 拜托我写一下 版面流到十点 我说我状况也不了解 后来我还是答应 我写的抓了这个标头 这个是他唯一没有改标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 马上又在那边讲死刑 赶快给他枪毙 然后 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就马上提案 这个随机杀的就属死刑无期 而且不得假释 我知道 我跟讲杀幼童的是哪一种人最多 母亲杀幼童最多 有很多人都想要去自杀 活不下去 想说孩子留在这个社会也会受苦 所以先把孩子干掉之后自己再自杀 那 这个不是透过你简单的律法 就可以去解决 那这个 我感觉 他妈妈也很佩服他 他妈妈讲了一段话 他不是要辞掉 对不对 从美国回来 我们不是要从家庭所交易 他带着孩子 竟然可以在他面前 对不对 孩子就这样人头楼地 所以他呼吁要从教育 那 我们小英总统 当写人 也站出来讲话 在这篇文章有行 要从整个社会安全经济 教育去走手 为什么呢 我在这篇文章来批评 那个死刑是假议题 因为台湾到现在还是有死刑 你看政杰对不对 连最高法院想要救他 他自己都放弃了 离哪一个寡官敢不判死 到最后还是要执行 那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写这篇 我记得隔天那个立法院 施法委员会在讨论 大家就慢慢转向 转向到哪里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怎么把这个社会安全体系建构起来 这个才是根本 所以现在小英总统在就职演说的时候 正有第二个 第一个当然拼经济 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要去建立这个社会安全体系 尤其是针对资安跟毒品的问题 毒品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很头痛的 所以现在政府大概各部会都在做这个 那这里面 刚好有几个影集 刚好电视有访问了 大家可以听一听 从去年发生政节事件之后 就一再传出有人声称要当政节第二 再加上媒体跟网络不断的播放随机杀人的新闻跟过程 更是容易造成模仿的效应 有专家就认为政府呢 必须要深入研究个案 尽快找到防范的方法 就在去年东海大学的学生政节 对社会不满 就在捷运车厢持刀杀人 造成四死二十二伤 相隔一年自称心情不好的郭彥均 也选择在捷运站拿刀砍人线 同样是随机杀人2012年 嫌犯曾文青为了吃免费劳饭 在游乐场厕所将十岁男童割喉致死 不到三年时间 男子拱崇安潜入校园 也是找小孩子下手割喉杀人 犯罪手法雷同 专家认为越来越多想自杀 又不敢自杀的人 开始学政节 藉由杀人来贫富自身的不满 要自杀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不想活的时候 就找了幼童 或者是在这种大众结印 找这个是最合适的标的物 来达到他想 也要把自己生命了结 没有特定对象 只想杀人 这类的嫌犯 大多有无业 平常孤立 家庭和朋友的关系蛋保等状况 他们大部分没有前科 想要连续伤人 就相互模仿 加上媒体和网络 不断播放随机杀人的过程 让他们有学习管道 知道要到公共场所和学校犯案 学者认为随机杀人的模仿效应 已经出现 但要如何防范 目前台湾 却没有个案的研究报告 我们也呼吁政府 不能用一颗子弹去解决 是最廉价最不负责 其实华物部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 看要 因为这有各自的 就是委托研究 包括他的动机 他的人格 他的成长 还有他的怎么样子 透过一些学习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深入去研究的 专家除了呼吁政府机构 该着手进行随机犯案的心理探讨 找出预防的方法 也必须想办法让家庭成为防止犯罪的第一线 如果不再设法对症下药 只怕模仿随机杀人的犯罪态势 将会加速扩散 记者蔡郭林成本 好 这个是在去年 联系那两件发生 我们在媒体复应的 不过 我想好可惜 就是 真的是用一颗子弹去解决 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 那小灯包这件案子在发生的时候 大家再来看一看 又发生沙童事件 也再度挑起死刑存废争议 不过有专家认为 死刑在国内本来就还存在 现在要证实的是如何防范 无差别杀人 大多数的犯嫌 都有孤立跟精神不稳的状况 政府应该设法让潜在犯罪者的家庭 有求助管道 才能够有效降低犯罪 在台北街头 肯心砍杀女童的王姓嫌犯 不只是个无业的啃老族 还有吸毒前科 甚至精神状况不稳定 被视为不定时炸弹的他 却没有在台北市社会防护网的监视名单中 像这样潜伏在社会的嫌犯 要强制执行监控和辅导 其实并不容易 过去文化国小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学者专家跟食物界一直在讨论说 这种隐性的怎么捞出来 那其实在目前一直没有很具体的一个结论 因为他还是会有这个 所谓过度标签化的这个问题 考量人权 政府要管控高风险族群有难度 根据日本做过无差别杀害事件研究 指出这类的犯人大多有孤立 个性偏颇和精神异常的状况 专家认为要降低犯罪率 家庭仍旧是第一道防线 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求助管道 所以针对这种孤立无援的人 有一些防治的钻线 让他家人能够去求助 你真的能够能够达到求助的 后面那个资源体系也要真的进来 尤其是我们也不要任意的说 对这些精神病患 产生一些歧视的 让家人或他本身都不敢去就医 其实在发生症结在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后 接连又发生文化国小沙童 以及捷运中山站乱砍人的案件 法部也有做过本土的调查报告 发现随机杀人的特征 多半是年轻者而且有自杀 或是希望被判死的倾向 对杀人产生兴趣 因此必须设法推动防止自杀的对策 也要改善边缘人孤立 加强社会复归的支持工作 而专家也坦言 找陌生人下手杀害 已经成了新兴杀人犯罪形态 社会必须正视这样的转变 现在也慢慢有人把犯罪预防 变成一种风险管理 我们自己的要自我小心 像这方面自己去购买保全 自我保护 这样子的意思 危机意识 可能也是要慢慢的去强化 面对毫无预警 没有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随机杀人 不只警力法律医疗和社福力量 要共同想办法防范 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唯有付出多一点的预防成本 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记者蔡惠玲秋福才台北报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 经过这么一年 范范政府已经走上 强调这个安全体系怎么建立 那这个有关于实行的议题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曾经也到那个联合报 这个DM5这个TVC讲过 大概这个大概有三十几分钟 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播 好 那 那小灯包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社会已经慢慢注意到 怎么去建构这个安全体系 才是重点 不是在那边强调死刑的问题 因为这个刑划的威吓有它的极限 预防绝对终于治疗 那刑划的威吓 尤其是在执行也是后段 那慢慢政府现在在强调 怎么去强化这个社会安全 基本上 已经慢慢着重在于 怎么用贵政去结合设政 那新政府这个 之前在就政府的时候就在讨论 那新政府上来 现在各部都在写这些 好 那 怎么去建构这个社会安全网 今天我要演讲的重点 第一个 我想 怎么去强化社区对高危险者的辨识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从刚刚 电视上面 还有包括日本的 台湾是还没有去深入研究 那现在因为重视了 最近有要求要去强化研究 那刑事局大概统计了一下 我们台湾在20年 20年的话 有17件 其中有16个人 一个人是宠物患 大概都是20到40岁 年轻人 而且很多都是无业 其实 跟刚刚日本的研究 差不了多少 就是孤立无言的这些 啃老猪 那还有一定比例的 大概有6个是有前科的 还有有几位是有吸毒的 这个大概刑事局 最近到立法院去报告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那只是一个初步的 那哪些是高危险 你刚刚看到那些 几个 第一个哪些是高危险 这个有精神疾病的 那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无业的在家里 那些人真的不准 那精神上面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吸毒的 长期在吸毒的 对你脑神经的 另外大概就是 这些 有个性有偏差的 毒品滥用的 还有缺乏资源体系的 孤立者 还有精神疾病 所以 我们如果警察 还有我们民政 看到这些人的话 我们迅速的 还有包括我们社区的 林理长 要把他通报出来 那通报出来之后 现在政府大概 原则上就用卫证 因为这些大概 都是有精神问题的 或吸毒的 卫证再去结合设政去做仿事 那 支持还是很重要 但是 你一定要把他通报出来 刚好我上礼拜五 到彰化 也是讲这个社区治安 尋索队 他们很多 现在政府都有那个六星 在推社区治安 我讲完之后 有一个 伯伯就 私底下拉着我去说 老师你这么一讲 我们 家最近就是有一个 你讲的这种高危性 但是 家里又好面子 就把他藏起来 也不敢给他通报出去 他说怎么办 我们很担心 我还是奉献他 你一定要通报出去 家人关怀是就基本的 但是 他要适度的去求助 为什么呢 这个精神的疾患 你还是要去找医生 还有包括把社会 社福的加进来 他听我这么一讲 他说好吧 我回去再想一想 我希望他能够把他摊在阳光上 因为这样的人 为什么 你看 就刚刚讲的 包括这个王毅景 这个也是一样 他之前其实也有吸毒的 也有家暴的个案 那 家人 一直也都不太愿意把他 讲出来 其实很多这种人 其实在家里都有家暴的 不准 啃老族很痛苦 他本身也痛苦 那你如果你不把他 通报出来 让这个体系进来帮忙他的话 迟早就这样 再碰到一些不如意 没得出就是找六合 六合最好杀了 或者到公共场所 所以 这个 包括 英美这几年 恐怖杀人 那种随机杀人 恐怖主义 也很多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从教育 怎么去辨别 这种高危险的 我想讲 现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单位 现在这种 杀人跟自杀 刚好是一体两面 我不敢去杀人 就杀自己 其实他的症结点 很多都是这样的 忽利 无助 都是一样 所以 这个人 他会去杀人 或者是想要自杀 都有一些征兆 那我们如果能够去强化 这样一个 征兆的辨识的话 赶快的去协助他 我曾经听某一个学校 有跟我提过 他们学校最近这几年 学生 好几个自杀 学校也很头痛 但是 他不敢在自己 学校自杀 是回家之后 去自杀 但是 后来他们现在 在训练学生 这同学会自杀 都有一些症状 包括他要离开 学校之前 把他的东西都整理了 把事情交代了 后来有一个同学说 感觉不太对劲 这同学平常好好的 怎么突然 会做这个挤动 他赶快跟学校通报 学校赶快跟家人 还要来得及救了他一命 那后来去了解 其实 跟父母的管教 是非常有关的 因为 一救出来 他爷爷就抽 学生的家长 爸爸 这个孩子 这条命救出来了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 你还在这样的管教方式 连他爷爷都看不下 为什么 他说有两个兄弟 他就认为 他这个 大儿子不行就对了 一直 认为说 小儿子很强 他怎么养力 大儿子是这种样子 所以 这个 我们父母的管教 你不要 用那种 对不对 要把他形说出 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 日本 就不要把人家 当做透明的人一样 你父母 不要把他 小孩子 形说说你想要他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 孩子都有他的专长 有他好的地方 我们尽量去鼓励他好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个 建立安全体系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加强社区对高危机的辨识 那 通报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后续政府要去 位政去结合设政 那 我们现在位政比较弱 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中心 能力也不足 但是这个政府一定要去鼓 我想现在社会 心理健康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 我才跟师大那个 他没有健康促进协系 我说你这个心理名字起得真好 现在什么东西跟健康都有关 心理健康有关 那 那天我有去立法院参加工厅 我有那个新狗师的 现在我们那个 卫补部有个叫 心理健康及口腔师 口腔已经塞进去 我说这个心理师真的是 非常重要 但是他说他现在的整个 能力物力很缺乏 那 新政府上来 要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这个社区的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 好 第二个 大概这些随机杀人 一发生之后 我们大概警察能做的 第一个就是提高见警力 以安民心 那 那 我长期是在研究警政的 这个 现在警察的建立 其实 其实 就是透过像穿金服一样的 在大街巷上巡逻 传达一个威嚇的力量 叫你不能乱做 但是后来这一套 也做了一些实证 发觉说 增加巡逻好像 对于犯罪率下降 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不过后来又有做研究说 纵使犯罪率没有下降 但是 民众的恐惧感下降 还有 警民关系改善 所以 现在 我们增加见警力 一个很重要 就是降低恐惧感 那恐惧感来自于南 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替代效应 其实你看 台湾 二十年来 杀幼童的 警政史统计才三件 就汤姆熊那一件 文化国小 还有这个 防疫警这件 小灯泡 但是 那个媒体效应很大 你父母大家会怕 我带着 小孩子出去走都在我旁边 都可以被干掉了 我那天到内湖去 社区大学 有个妈妈就起来讲说 因为他这个 小灯泡妈妈是流媒的啊 他照顾孩子 跟我们照顾方向是可能不一样 怎样怎样 后来他讲这样说 我们这位妈妈 你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可能对 小灯泡妈妈有一点 因为他比较open 我说他能做这样 已经不容易了六位 所以 这个替代效应 我们从媒体 每天看到这么多 写心的 你就会担心 那第二个叫做 这些 老老妇女 感知上的弱点 被害恐惧感就会比较高 那第三点 就是物理的私信 尤其是社会的私信 才是恐惧感的来源 那中正大协每年都会做调查 你大家想想看台北市的恐惧感 犯罪恐惧感 会高还是新北市 台北市基本上 环境还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个调查 你就可以发现新北市的恐惧感还是比台北市高很多 不过刚好这几件事情都发生在台北市 整体而言 因为台北市的环境还是比较好 所以那个物理环境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的环境 社会环境就跟大家互相的关怀也很有关 那 这个 我们警察增加建警力安民心 这个也是我们在建立社会安全法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 最近我有写了一篇 就是我们警察每次发生之后 基层研警说又要把我累死了 我就写了这篇 最重要 这个我们警察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 民心很重要 所以增加建警力 去降低恐惧感还有改善警民关系 所以现在 跟我们今天讲的社区治安 现在整个警政的发展策略 已经不是传统那种标准模式 增加警力快速反应 现在重点是怎么把社区这一轨拉进来 然后又要计较 就多言跟计较 为什么警力有限盈利无穷 怎么把社会大众拉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警政的创新 像社区警政第三兆警政 把问题导向警政 或破窗警政 这些东西 都是现在我们整个警政研究的重点 那第三个 就是怎么去强化 相关单位的共同防守 还有善加应用 这种退休的刑事司法人员 我想 现在每个单位 常讲的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能力就不足 是我们整个安全体系 在补这个漏洞最大的问题 那怎么去补 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工部门真的 人力物力真的有限 那现在台湾有一个行业 叫做保钱 其实保钱很重要 那刚好我现在在警政署 当保钱的修华委员 那我这几年 每个月 我去保钱工会 讲一次防盗防抢 他们现在教育训练 那保钱在台湾 这么几十年来 一直很可惜 就是因为低工资 所以超时 所以那个每次在修法 我们现在要把它 走上证照制度 那些保钱工会的 这些理事长都反对 他说你打开报纸 现在每个报纸 每个版面都在缺人 我说这个叫恶性循环 那为什么 保钱的市值拉不上来 低工资 只能超时 过劳死 那我们这次就是要把保钱业 保钱业要有症状制 将来市值提升 然后经过台湾这几件 随机杀人的 大家也知道 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后保钱也要分类 然后做评鉴 开了几次会 总算说服他们 那将来 这个保钱能力 尤其是现在很多住位警 政府都不编 去年我去做故宫南宴 保钱的评审委员 他们说故宫南宴 现在就不能有住位警了 将来我看 因为请一个警察 可以请三个保钱 然后保钱将来可能也要分类 那现在还没有讨论到评鉴 将来保钱也要评鉴 他们现在都很反对 那我将来修法 我建议评鉴要像什么 像五星级饭店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那你要去标捷印的那个保钱 你就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去标 因为郑杰这个事件之后 我有一次参加座谈会 那个保钱工会的理事长 跟那个捷印公司都有去 他说我们现在都低价竞标 然后去平常安全大家 台湾是很安全吧 那个保钱都叫他在那边做服务 其实保钱是做什么 你是做安全维护 你要去观察看看 其实由银行三点半 你看看有一个人在那边晃晃 明天有一个人在那边晃晃 对不对 人家搞不好在那边看查地形 准备要去抢了 你是做安全维护 所以郑杰那个事件之后 那个中山捷印站 郭云街上 他都有没有影响 他从后面砍 一直砍下来的时候 他要追砍 还要保钱人就很快了 就把他制止了 那保钱就是要发挥这个作用 所以将来保钱这一块 我想 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 就是 我们这些退休的 我感觉我们台湾现在这些 刑事师外人员还有老师 退休的能力 没有好好应用 我早上来之前 我有一个 两个学长 一个学姐 这两个都读博士 结果五十多岁就退下来 我感觉好可惜 两个都读到犯罪防治的博士 他早上约我八点多就在附近 他说今天中午有事没办法来听 他想要做一些青少年辅导 我说太好了 你们两个都是博士 有这种心 讨讨论要怎么去连结一些社会资源 其实我们现在这些退休的能力 政府应该好好利用 那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来好好应用在这个社会安全体系的维护 这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在英国 那小英总统之前有提到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香港的浮井制度带进来 这个有一年我去英国做研究 刚好看到这个社区的浮井 但浮井这个是有钱的 其实台湾还有疫警 那大陆也有協警 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但是我比较不赞成是去 弄这个辅助警察或者是協警 这大陆的協警我也了解 为什么将来会有一些问题 你要用一票人去管一票人 所以其实用疫警 还有用这种保全人员的 大陆连看那个安检都是保全 他们叫保安还有婚姆科 刚好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华侨大学的吴教授 现在来台湾访协 那今天的来丁 他在大陆还有研究 他自己在法学院当教授 也在当律师 其实两岸有一些制度是可以互相借进的 不过我是比较赞成用疫警 或者是私人保全的 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来处理 你再用一票辅警或者是協警的话 可能将来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这个强化校园安全防卫的作为 落实校园联系跟通报机制 实施校园安全的检测 并协助各级协校提升校园危机处理 跟自我防卫 现在大概我们犯罪以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台北市推的资安风水是一样 校园的安情检测 你看看校园是哪一些 比较产生最大的 校园最大的风险危机 厕所是一个很重要 包括你带小朋友去公园厕所 所以最近这么几十年 整个犯罪协的重点就是 藉由环境的设计来以防犯罪 怎么去增加他的领域感 我们这种传统的东方社会 好像把这个厕所当个比较脏乱 都躲在脚边 那小朋友去脚肉边 上洗手间 当然风险就会增高 将来这个建筑设计校园 是不是可以把厕所摆在最显著的地方 把它美化一下 每天都要用的吧 这个建筑的设计 刚刚介绍我现在在新北市 是当那个城乡局的姓平委员 本来那天去开会 后来他就 你讲的有道理 又找我去做个演讲 什么的 城乡局最主要就是 他们在都市的更新 这个住宅的建设 我说现在浮冲捷印站 他们现在在规划 我说你看 其实你这个城乡局 跟我们犯罪预防很有关 你怎么藉由这种空间的改造 对不对 增加这种领域感 监控力 来达到这种性平 安全 便利 他们讲说 对齁 我们以前在城乡局 怎么都没有这种概念 我说我们那个 环境犯罪鞋 藉由情境的设计 一往犯罪 就是从这种都市 这些建筑师这样发展出来的 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 楼越高越高 大家越来越孤立 然后人机的互动也越来越疏离 然后这个监控能力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搞建筑的 第一个就会想到隐私 他们之前都以隐私为重点 我怎么住着湿湖 给它让人家来打我 但是 你如果把那个犯罪预防概念带进来说 怎么去增加一些自然的监控 其实你看我们台湾 有一种行业我真的很配合 过年台北市没什么 灯火通明 20小时都不关门的 这是什么 7Ellip 这一面照理 应该是一个很合适的标题物 那7的抢案很少 为什么 你看它那个都在十字路口上面 对不对 灯火通明 你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里面了 大概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台湾 第一个人想 台湾这个7怎么这么多啊 胡教授你有没有感觉 真的很便利 你看这么便利 在晚上几天可能在那边看 对不对 他第一个他 财务的广工他也很重视 那你抢也抢不到很多的钱 最主要是他那个监控能力很强 那个透视力很强 所以 这套校园的安全回复 检测 这个是还蛮重要 那 因为我这几年也常去跑大陆 我感觉大陆现在有一些 做的比我们 他的物体 物理的做的比我们 台湾有些还前进 这个你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示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没有这个比 第一张 左上角那张 那个就是校园的什么 传达室 警卫室一样 他把他弄得像一个潘术一样 叫警务室 对啊警务室 你们这也叫警务室吧 对啊 我们台湾有的叫传达室 对不对 就警务室 每个学校都有 我那天去深圳 我去年去深圳大学的时候 早上起来附近走 刚好同学 进校园之前 那个警卫都要出来 你跟他撑得像警察一样 你看这个都是保全 保安 这个概念 对面就弄个警务室 那给我一些ideal 说对啊 其实我们校园 怎么跟 把他那个 弄得像潘术一样 对不对 那这些 因为 贾毒小小的 精神小小的去看这个 我走错地方 我走到潘术了 他就跑出来 其实有一些建筑就是传达一个 老大哥有在 我有一些 监视的 让你不敢随便去 对面就一个 那个警务室 就重点时间 警察 类似有点 去那边有点休息 或者是一个 守望相助亭一样 这个就好像科幣刚上来 人气很旺 第一个就要讲 派出所 他真的有点搞错 台湾派出所是土地空 怎么裁得掉 他应该不能讲 怎么把派出所做适度的诊病 好可惜 像我住万华 我们万华大概十几个派出所 我家旁边在济光所 那万华国中 有个西岩所 我走去西门町看电影 会经过什么 昆明 康定 还有汉州 你知道吗 一个派出所一个值班 20小时 再加一个背勤人 20小时 一天就要48小时 那一个人 你最多工作几个小时 8 好啦 那你可以超前4 12小时 对不对 你48小时就要4个警力 还有一个要带班的 一个主管 或副主管 等于一个派出所 都不用做什么事 一天就要5个人在那边 那你把这5个人 对不对 好适度的整病 是不是又可以多一些警力 来增加静警力 对呀 科幣应该这样算对不对 因为台北市的派出 太多了 所以 这个人家大陆 攀索 他在县底下 如果 像我上次去常兴 公安局演讲 下面就直接就攀索了 他把攀索做到 那不用再弄一个分级 台湾的没多大 对不对 你知道分级一大堆 承办人 就把东西都交给派出所 台湾的派出所 警力占不到三成 但是做了大概八成的警察工作 所以大陆也是一样 所以后来他们两千年 就打一个口号 就把警力下沉 警力下放到派出所 这个才是对的 那 因为台湾要裁派出所不容易 那你把派出所裁掉之后 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社区 选手队的一个据点 或社区匡怀中心 不是不能用 那如果警察 白天有时也可以去那边 注点一下 那应该要做这个 好可惜喔 对啊 可比我看大概 现在人气已经慢慢过去了 现在要改过就很难了 所以 政府现在上台镇要做事 我们现在积极写东西有用 所以我刚刚想那边简单立法 能够随机杀人 那边写那篇是有用 对政策是有一点帮助的 好 这个校园的安全还是我们很重视的 另外 就是 作业程序跟应变所测 现在我们警政署也在做 就是面对这种 随机杀人的 紧急应变 包括怎么通报 现场怎么维持 被害人怎么保护 这个现在警政署也在规划 大概 可以给我们一些基层研警 或者是我们基层这些 设政人员 有一个应变的所测 那 第六个 我是感觉 疫防重于治疗 尤其是被害的疫防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消防系 他们在讲 一个人一辈子会碰到也是火灾 那你的房间时间就30秒 你处理不好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跟我们消防系的同事 去吃饭 他第一个先看逃生设备 去住饭店也是一样 职业病 我印象很深刻 台湾消防法令 整个大改变就是 威尔康事件 那时 七十几年 邦前那时火灾不断的烧 有没有 很多惨痛的经验 你看威尔康事 整个建筑法令修改 消防的整个就当下 我那时在 我76年大学毕业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大概八十年左右 有一次我们去桃園吃饭 那去三楼 大家就很自然的 就要搭电梯 跟那个消防系的同学去 走楼梯 那个楼梯都给你挡起来 堆东西 不要在这家吃 快别叫 不能跟别人 因为我会违基医师 很多惨痛的经验 所以被害预防 非常的重要 消防系 后来他们就是 引進了日本 消防的检测表 检测一下 你家到底是属于高低中 包括你顶楼有没有被关起来 你家裡有沒有這個逃生設備 有沒有這個滅活器 那個都有檢測表 跟我們現在的治安風險是一樣的 那被害預防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其實你去跟人家講犯罪預防 說我也不犯罪 但是你很容易被害 所以怎麼去減少被害的機會 我感覺這個是值得推廣 那我在我那個犯罪協議、犯罪預防 我有做了這個表叫做Safe 原則跟Face 事前蠻重要的 事前你要聽看聽 第一個我們要有危機意識 其實台灣相對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經過這幾次隨機殺人之後 你就發覺說這個社會充滿了不確定 本來其實我今天來這邊演講也心情很高興 還好剛剛電腦的時候搞定了 那這個我想說現在來做演講 真的沒有這台電腦大概講得下去 對啊不然你在那邊聽我 我又不像那歷史學家可以迎接祭典對不對 那危機意識很重要 這早上我的危機意識很夠 他相信我們黃博士了 第二個時間跟地點 這個很重要 然後最重要的是人 最近苦不勤人很多 這個人 你怎麼去判斷 這個人到底正不正派 有一本書叫求證師書 這個是美國安全專家一個baker寫的 商務有番 他是可以從正常的去看一些反常的 正常的他只在乎他的工作 然後 異常的他還自願幫你做一些混外的 正常的尊重你的隱私 異常的話會好奇東問西問 還有那個距離感很重要 是不是站得很近 喜歡問你工作以外的事 不在意時間 喜歡打聽屋裡還有別人 待會有沒有人來找你 對你顯示一些不注意的 其實這本書裡面其實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他說你孩子的直結很重要 直結 你那個直結說 這個人有沒有對我揮揮之下 包括你現在在交往之前 現在我們那個研究心心愛 很重要就是那個控制力 對不對 這個人如果控制力很強的時候 你這個就很麻煩了 你等於要跟他交往再分離 你就是這個恐怖情人的高危險 所以事前還是最重要 你可以把這個簡單的 正常去看反常 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講 然後 能閃 能躲的還是趕快躲 適中 真的躲不掉 能逃的還是最好 真的逃不掉 現場整個去跟他拱話 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 曾經去問過一個市林市長的 性侵愛犯 他跟我講說他 性侵了很多人 他有三個個案 他的手法 他以前是住新竹新豐 後來被人家帶去賭場 輸了錢 晚上就從新竹開個車來市林 一停就隨機偷個摩托車 尾隨那一種 開著不錯的車子 在停車那一上 就衝過去搶他錢 如果看到女孩子的話 他不只搶他錢 也壓到車上 他說有三個被害人 一個是一個隱心 被他壓進去說 我什麼都給你 你不要傷害我 他不只搶他錢 也對他興趣 第二個 壓進去那個抗計 他給他殺什麼重傷 那第三個 他說有一個空姐 他給他壓到車上的時候 兩個眼睛瞪著他 跟他講一句話 你搶我錢 我沒意見 但是你不能碰我身體 他還認了一下 就跑掉了 沒有對他心情 那空姐 因為他們有經過這樣的一個危機訓練 所以在那個 一剎那之間 他可以臨為不安 我已經問過陳欣欣 陳欣欣你看在逃亡期間 他在中山區這邊 性侵了三十幾位 他都晚上睡覺白天起來 他知道你的警察作息 剛好跟你相反 因為他以前租過移通街這邊 他們在建立關過的 隨便一個衣架 就可以把門打開 他都找那些單身的 出租上班的小姐 我問他說 被害人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避免被你性侵 他說只有在我開門那一剎那 我還沒有控制你之前 你喊叫有用 等到他控制你 大概你就很難了 所以 適中的反應很重要 所以平常 有演練還是沒有演練還是有差 真的不幸遇到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 站在我們 維護資安的腳步 這不是你的錯 希望你能夠勇敢的去面對他 他能夠報警 而且一般被親親的大概都會去洗澡 但是我們希望說你把這個站位能夠留下來 那最重要的 你真的能夠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這個聖元講的 聖元王子講的是他 能夠重新的站立起來 前天 我在臉書分享了一個史丹佛 這個最近福大這件事情很大 校園的性侵 尤其是女孩子喝醉了對不對 就被同校的男生性侵了 結果史丹佛這個 法官後來給他輕判六個月 他這個男生的爸爸還講說 啊我小孩子 那20分鐘就要犧牲一輩子 那被害者勇敢的站出來 你的20分鐘影響到我一輩子 結果那CNN的主播 花了20幾分鐘 把他的被害者的聲明 整個練出來 這個在網路上 現在美國好幾百萬留點 對啊 我們就是要傳達這樣的一個 信息 那個加害者 那最近福大這件事情 也鬧得很大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去上網看一下 所以校園的性侵害 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尤其是有酒精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女孩子可能在校園 相對他會感覺比較安全 如果說我今天 我今天會在校園 我自己跑到夜店去 大家可能 那種航衛星 變在校園 其實校園 這個酒精 尤其是有這種派對 大家要特別小心 福大這件事情也是這樣子 我剛才講的 被害預防現在 我們情境犯罪預防 採用了這幾大策略 怎麼去增加他的困難 提高他的風險 怎麼去降低他犯罪的報酬 然後他就說 減少他的刺激 跟減少他的藉口 這個大概現在是我們 那個藉由環境的設計 來亦亦犯罪 用了最多的 那 增加困難是要強化標的 提高風險 我們現在用最多的就是監視器 那 降低報酬的話 就是財產的標示 我去演講 我常在請這種例子 財產的標示 我跟保險員說很重要 像我們現在出門都會帶這個 因為常在講話 我都會打一下行動聲 0928881199 萬一旺的時候 你看到你會打個電話給我 有些人他東西要還 你真的不想怎麼還 財產標示有用 或者樹立一些規則 有些人就看突然說 我不知道 還有減少刺激 很多都是被刺激的 尤其是有一些被害人的誘發 那 建國社會安全網 接著我要談到的是 怎麼去回應被害人的需求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案子 都是有被害人的報案 那警察不只依賴被害人的報案 獲得這種偵辦的線索 被害人也需要我們形式施法人的資源 才能夠回復正義 避免再次被害 那對於這個被害人的關懷 對我們整個施法正義的回復 正向警員關係也很重要 那被害人有什麼需求呢 我想一個人被害 第一個 他擔心會再重複被害 其實你家被偷了 你要小心 你還這樣 你還可能會 這三個月 有百分之六十還會再被偷 因為你有一天多的意思 人家才會偷你家 那同樣的你被害 還可能會再被害 所以 第一個 安全的維護 你知道最近很多熟人的性侵害 一家老出去 真的很遏止 還不斷在去殺老人家 所以最近那個性侵害房子 我們一直想要把這個 對於這樣的一個禁制令 你縱使沒有被拘押 你不能再去殺老別人 一殺老別人我就用行 我再給你接 因為性侵害大部分 發生在熟人的很多 所以這個安全的維護 你被害很容易 在遭受加害的危險 那過來 一個人被害之後 你報案處理的遺送 他需要一個什麼 實際性的資訊 這是小燈包 他媽媽一直對我們這個 整個訴訟的處理 整個刑事實話的處理 我有違憶 很多事情 什麼時候偵查不公開 他都不知道 最後記者都知道 你怎麼去把這個資訊 隨時的提供被害人 最起碼讓被害人知道 這個整個進展是到什麼程度 然後 過來就是被害人他想要去 需要資源跟參與 發言 我們這幾年 我對被害人的保護 很有興趣 我們一直在推被害人訴訟參加 什麼叫被害人訴訟參加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刑訴 被害人是一個課題 把你當證人 有需要把你傳來誤會 有需要不管 那像美國 現在德國跟日本 都把被害人 對不對 有準當事人的地位 你總是要讓我去發言一下 我自己問 跟你檢察官問會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法案我們已經推出去了 法案不穩贊成司法院 都反對 因為刑訴的主管機關是司法院 他們的意思就是 多一個人來亂就對了 因為現在司法改革 最近小英總統說 10月份要司法國事會議 我跟你講 我們從88年司法改革 整個就太偏向於加害人的保護 人權的維護 這個當然是普世價值 但是 人權不是只有加害還有被害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在串聯 希望今天藉由這個機會 大家各自發出大家的影響力 我們希望說這次司法改革 要有被害人的聲音出來 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幾個 被害人團體也一起來 對啊 我感覺這次的司法改革 要有被害人的聲音出來 這個最典型的 日本在2003年 那個被害人團體 跑去找當時的首相 小錢首相說 你們都在關心家人 都不關心我們被害人 後來 這個小錢總理就說 好啦 我們內閣底下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他在2014年 就弄了一個被害人潛力保障法 很重要的 在內閣底下成立一個委員會 由秘書長當召集的幾個部會 主要部會跟專家協審 組織一個委員會 有什麼需要討論 然後再交給各部會 每年出一本被害白書 所以以前日本有叫犯罪白書 現在也有被害白書 那這個很重要 我感覺台灣的被害人保護 慢慢應該是時間要到了 所以 要他們能夠支援菜 最重要就是回覆正義 剛好 那天我們新部長上來 還有那天小英總統到我們學校去 當下也都很關心被害人 被害人的感受 所以那天那個燕部長講了一段話 說警察辦案 碰到這種隨機殺人 不是只有現場處理 被害人的感受 我昨天有在明議論寫這篇 敬意與同理 無傷被害人之尊 這邊不錯 還有價值 一大早我們署長 警政署長打電話給我 親自打給我說 太好了 我就發現我們警察切這一塊 社會安全體系的結果 現在把它留為SOP了 所以寫這個明議論還是有用 最近我越寫越有興趣 好像常在寫 對啊 我是感覺被害人的保護這一塊 我們傳統警察都比較 警察都以加害人為中心 案子破了對不對 幾公加獎 大家常在跑媒體了對不對 那被害人很多只能在暗躍哭 那被害人的保護要重視什麼呢 其實日本在1996就訂了這個 被害人對社綱領 怎麼去提供這種網絡化的 系統化的資源 日本就訂得很清楚 然後尤其是他整個訴訟程序 是以被害人為重心的 從開始你報案一直到起訴判決 什麼程序被害人有什麼需要 你要提供他什麼服務 那個流程都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去年也寫了一篇 這方面的文章 第三個 這個 被害人的主義 因為被害人的心理地層很複雜 所以那個教育信念很重要 還好這個現在已經落為政策了 最近 所以 那天治安會報 林全民院長也特別指示 叫 內政部說要去研議這個 然後去聽被害人團體 我第一個就介紹 我們換到被害人的協會 上禮拜五好像也到我們協會去 就是 把這個SOP 聽聽被害者團體 所以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們對我們那個 犯罪被害人權服務協會有興趣 我們7月2號 下午2點在立法內 我們有一個會員大會 歡迎大家 有興趣一起來 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座談會 這次我們的標題很簡單 這次的司法改革 不能沒有被害人聲音 我們就定這個主題 7月2號下午2點 在地法院 可以到我們犯罪被害人權服務協會 網站去看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的刑事政策 你看 只重視被告人權 忽略真正的被害人 那一個人被害對不對 他最早的補償 他馬上變成經濟 過來就是整個精神的問題 他很重要說他訴訟的權力 所以我們現在推那個被害人訴訟參加 那最後就是希望回復正義 那這幾年休士司法 有一個很熱門叫做修復式司法 因為傳統的說 反正我犯罪者我已經被你定型了 我責任已了 我被你關了五年了 那現在慢慢發覺說 這個犯罪發生 其實很多加害者 有他的一些背後的因素 因為很多可能從小跌量不等 老師不愛社會排斥 那不只加害人 他可能也是被害人 被害人更是被害人 那社區社會也被害 所以怎麼把這三方找回來 大家再修復 所以現在美國有談一些修復式警政 修復式司法 其實修復式司法 或修復式警政 重點就是把以前以加害人為中心 轉移到現在被害人跟社區的中心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台灣要值得去推 那我一直在講說 你要推這個修復式司法 你不能教人家被害人一下子 就給你原料 很重要的 這個加害人要有此感文化 你要知道你真的做錯了 那我們行事司法 要適度的回復被害人的需求 人家被害人才會進去 真的要原來 所以被害者保護 還有這種實感文化 是我們在推動很重要的 那台灣的被害者保護的運動 從以前的啟蒙探索 到九零年的發展 後來就方案的創新 跟法制的重整 這個我剛剛講的 2004年日本成立這個被害者保護 潛意保障法 你看喔 它這個架構其實很清楚 整個基本方針 保障它尊嚴 按照各個情況 採取世界的措施 間隙不斷的支援 還有以民意為基礎的 那這裡面就不只是他的經濟 精神 訴訟 支援的體系 還有日本 他們在推上活動 採用自己 這個國民的理解 自立國民的理解 這個很重要 其實我們台灣 不管在推被害保護 或者是更生保護 犯罪一方 我們台灣對這個犯罪的問題 瞭解還是不夠 那如果大家也瞭解 犯罪問題的話 大家會比較去接受 加害者也好被害者 這個身份會比較嚮惡 這也是我們那個 像公益基金會 我現在也在 像公益基金會 廖正老廖前部長 以前我們跟宏博士 我們林美基金會 也合作了很久 我們在做一些 法治教育跟犯罪一方 還有眾所生的輔導 其實多去強化一些 犯罪的誠因 大家會比較了解犯罪 這個社會也會比較去接納 所以日本這個架構 就很清楚 我一直希望說 台灣將來有一個 被害人潛力保障法 接下來 這個建構社會的安全網 要持續去推動社區 由照讓社區 長出支持的力量 我想這個安全網 不是傳達一個 單一的價值 把每個人都 變成一個安全的個人 有工作有收益 是讓以多元的文化為基礎 在不同的狀態之中 能夠達到一個支持 也一個安身利益 這個最典型就是 發生這個小燈包之後 在搖搖坡的震盪 我每天在職務員散步 因為我家離職務員很近 我每次去職務員 就看到有一個 每天他在那邊走 就在那邊嘴巴就開始練 有一點小燈 但是他每天也在那邊講 看著我也習慣了 那個可能就是他暗身利益之地 那個職務員也有住胃井 但是也沒有給他趕走 他只要不傷人 他每天就在那邊一邊講一邊 一邊在那邊大聲的叫喊 等於好像在釋放能量 那這個社區的營造 很重要就是 要去強化這個社會的連結 尤其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支持體系 一來越弱 一來越淡包 人是需要支持的 所以我們之前 其實民進黨政府在的時候 推個六星 就包括我們今天講的社區治安 是一大塊 還有產業文化這一塊 那怎麼這樣子 把這個社會的連結力聯合起來 結合社區的力量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去年有去基隆看了一個社區 其實他們現在社區 不只在做行所隊 社區治安 他現在也包括關懷祭典 都結合在一起 那 這個 Kiberson很重要 尤其是那個里長也好 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他們如果這個 Kiberson他如果很用心的話 可以連結得不錯 那 現在 以前我們犯罪協有一個熱能的 叫做社會控制理論 說其實人是自立的 不是受到控制就很容易 但是環境 犯罪協也很強調這個叫社會支持理論 為什麼呢 這個 犯罪是一個社會 有社會就有犯罪 重點是我們要給他控制在一定能能的 那傳統上對於犯罪的控制 兩種模式 一種就是打擊 我們這個形式施法就是打擊 那另外一種 比較正面的 就是用社會支持 這樣的概念 社會支持很重要 就是強化 教育 連結 醫療 那最典型的 就是 這些 剛剛講的缺乏過濾的 這些底層的 無望 絶望 沒有辦法擺脫 他就很容易停留走線 那如果說這些孤立無緣的人 越多這個社區 當然就會 犯罪率會高一點 那最近 YouTube上面 這個 Launcher總結這個系列的影片 有在講到一個海螺液為例 就吸毒的 我等一下放一下 大概五分鐘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他們做了兩個 做了一個老鼠的實驗 這個老鼠 你給它關在樓子裡面 有一個正常的水跟一個毒品 它每天吸毒 你給它一個老鼠樂園 同樣的一個毒品一個水啊 它反而不是吸毒 它是喝水 那美國他們 美國他們 觀察那個打夜戰的 哇 那個壓力很大 百分之二三十人 在打馬灰啊 海洛因啊 夜戰結束之後回去 他還擔心說 這個成癮了 結果一回去 百分之九十五人都沒有在記性 為什麼 因為回到美國社會之後 大家連結在一起了 知識體系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告訴我們什麼 現在我們的毒品 是我們最頭痛的 那因為我們有鴉片戰爭 所以我們把這個吸毒的 當作犯罪 所以我們現在建議 本來違反都是毒品犯的 他本來就是酒駕的 那你把它關進去 又更加它的孤立 所以最近大概新政委 現在慢慢在思考 現在包括南美很多國家 對毒品的作戰都是失敗的 就是用壓制的 在思考說把這個毒品犯 當作是一個病人 他需要的是關懷跟治療 跟教育 所以這個影片 現在網路上也是很熱門 給大家看一看 有名字 有名字 這句話很怪 這句話很怪 是實際的 我們都知道 這句話 是法律 有病人的病人會 疲累 志到 因為有藥 优优独播剧场—— 那是什么优优独播剧场—— 但是, there's a catch almost everything we think we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 如果你, for example, break your hip 你会被担到一个 hospital 然后你会被担任 loads of diamorphine for weeks or even months diamorphine is heroin 它是, in fact, much stronger heroin than any addict can get on the street because it's not contaminated by all the stuff drug dealers dilute it with there are people near you being given loads of deluxe heroin in hospitals right now so at least some of them should become addicts but thi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it doesn't happen your grandmother wasn't turned into a junkie by her hip replacement why is that? our current theory of addiction comes in part from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at were carried out earlier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eriment is simple you take a rat and put it in a cage with two water bottles one is just water the other is water laced with heroin or cocaine almost every time you run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will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drugged water and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and more until it kills itself but in the 1970s Bruce Alexander,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noticed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experiment the rat is put in the cage all alone it has nothing to do but take the drugs what would happen, he wondered if we tried this differently so he built Rat Park which is basically heaven for rats it's a lush cage where the rats would have colored balls tunnels to scamper down plenty of friends to play with and they could have loads of sex everything a rat about town could want and they would have the drugged water and the normal water bottles but here's the fascinating thing in Rat Park rats hardly ever use the drugged water none of them ever use it compulsively none of them ever overdose but maybe this is a quirk of rats, right? well, helpfully there was a human experiment along the same lines the Vietnam War 20% of American troops in Vietnam were using a lot of heroin people back home were really panicke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re would 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unki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war was over but a study followed the soldiers home and found something striking they didn't go to rehab they didn't even go into withdrawal 95% of them just stopped after they got home if you believe the old theory of addiction that makes no sense but if you believe Professor Alexander's theory it makes perfect sense because if you're put into a horrific jungle in a foreign country where you don't want to be and you could be forced to kill or die at any moment doing heroin is a great way to spend your time but if you go back to your nice ho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it's the equivalent of being taken out of that first cage and put into a human rat park it's not the chemicals it's your cag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addiction differently human beings have an innate need to bond and connect when we are happy and healthy we will bond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but when we can't because we're traumatized isolated or beaten down by life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some sense of relief it might be endlessly checking a smartphone it might be pornography video games reddit gambling or it might be cocaine but we will bond with something because that is our human nature the path out of unhealthy bonds is to form healthy bonds to be connected to people you want to be present with addiction is just one symptom of the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that's happening all around us we all feel it since the 1950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an american has has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floor space in their home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o choose floor space over friends to choose stuff over connection the war on drugs we've been fighting for almost a century now has made everything worse instead of helping people heal and getting their life together we have cast them out from society we have made it harder for them to get jobs and become stable we take benefits and support away from them if we catch them with drugs we throw them in prison cells which are literally cages we put people who are not well in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m feel worse and hate them for not recovering for too long we've talked only about individual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but we need now to talk about social recovery because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with us as a group we have to build a society that looks a lot more like rat park and a lot less like those isolated cag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the unnatural way we live and rediscover each other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not sobriety the opposite of addiction is connection from the video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we are going to want the connection to the social network you can see we are getting more extra so you can see we can see the space is bigger we have to go down so you can see we look out we see the very well one of them a video from the 結果現在圍爐是一邊拿筷子一邊看手機 現在很多回到家 靜悄悄的低頭 所以這個社會支持理論 我們大家厭力站出來 多關心我們身邊的人 這個社會就會少了一些孤立的人 所以我最近一直呼籲這種說 面對這種疏離的社會游離的靈魂 家人還是最重要的第一道奉獻 多關心家庭、社會疏離的人 我是比較建議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用什麼社會進化業 其實我們剛好配合每年的委業或母親節 我們應該是可以來 或是我們來發起一個社會關懷業 或是家人關懷業 其實就是傳達一個支持、關懷 那我想 最後我要做一個結論 因為時間有限 第一個 大家做出改變 修補破窗 我想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水氣殺人 也看到社會一些破洞出現 那這個修補破窗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實驗 就是破窗理論 大家應該挺過 這個玻璃被打破了沒人管 明天整個公司就會跟車子停在那邊 有一個破洞沒人管 明天輪胎就不見了 其實破窗理論就告訴我們 失序立即的是修補 就代表這邊髒馬亂沒人管 所以 怎麼去修補 環境的改變很重要 就我剛剛講的 包括物理環境 還有社會的環境 物理空間 我們可以把它弄得比較清爽一點 但是那個社會的物理的濕氣 怎麼去強化連結 關懷 支持 資源 這個物理環境最典型的 就是紐約的治安 紐約治安在幾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變得不錯 從1994出力壓力上來到現在 二十多年了 這個我在紐約待了一個月 這張在地鐵入口 一下去就兩顆眼睛盯著你 因為它從玲瓏冷破窗 尤其從地鐵 開始塗壓跟跑那個 那個黑雷跳過去 就不付錢了 所以環境的改變很重要 大家 把自己的環境弄好一點 然後心理的 物理的 還有心靈上的 還有社會上的 去改變 這個社會更向後 然後 我也希望說大家 能夠肯定自己尊重別人 這個是我們向揚的slogan 另外 遵從規範 科技相互幫助 自我省卻 同理心微笑 加入志工 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今天 在座人在這邊 可能有很多是 退休的老師 也好 我們行事師外人員 其實我們現在的 退休人力真的不少 應該要多出來 投入一些社會的觀念 最後 我想這個是 我從青人日報社論的標頭 把他抓下來 以愛克服陰暗 又關懷 建構社會安全網 要作為今天我的決議 其實我今天要傳達的就是 這個社會安全網的建立 靠政府不足 因為社區治安 一定要靠大家的力量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去傳達這種愛的關懷 所以這個小燈包的媽媽 在臉書上 請保持相信別人 這個社會 真的還是很美好的 請抱抱我身邊 最親愛的家人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安慰與關心 她說她希望她旅行過世 可以有一些什麼東西呢 就是 要請大家最愛的重視 感謝洪博士 感謝洪博社長 今天給我這個 還有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的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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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說 精采的演講 我們完了以後 我們做雙向溝通 做雙向溝通 我們採取一味一打的方式 這是一個國際會議廳的形式 就是桌子上 有個麥克風 前面舉著手 你把它發言 發言以後我們請許教授回答您的問題 好我們想要是不是 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 請您舉個手 然後請我們主講人回答您的問題 也是問題沒有 來 來 來 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值得研究 我現在提出來的是 社區治安 按照內政部大廈管理規則裡面 它有一個管理委員會的顛組 但是假如不是 法律行為因合法而見許 你依據內政部大廈管理委員會的規定來做的話 就是合法 但不依據的話就是不合法 它就形成這麼多法治 這個法治的現象不存在 有些是法治不存在 有些法治是存在 那這個社區管理委員會 它有管察權的政府同意 你必須經過同意以後我們才合法 也就是說你必須有法律行為的話 你就必須提出你這個合法的身份證明 但事實上我們台灣有很多這種社區 它沒有 但是它社區竟然可以提出這個 提出這個法律行為的訴訟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我們台灣的司法 第一個就是一個堅存制度 第二個這個不告公理制度 把台灣的司法搞得亂七八糟 那麼這個徐教授是專精於檢證 對司法座上面有很大的 可能有不同的見解 我們司法它就是發言真相 對不對 這個保護人權 發言真相 保護基本上 促進社會的和諧和平 正是今天上 金哥您都沒有提到這些恭喜 那事實上 今天這個環柳回 在我們台灣的社會組織裡面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但是呢 都被我們的司法給扭曲了 怎麼扭曲了呢 因為有些社區它是經過 合法被帶有司法權的同意 那有些它沒有 那你在提出法律事實上 你沒有去發樣真相 那也就是說 你被害人 你加害人就是被害人 被害人反而是加害人 你沒有去區分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台灣它這個司法 不是真相發現 也不是保障基本人權 也不是重現和平 它是一個人質的社會 這個取緣於哪裡呢 我們國家最高的領導人 它有這個法治的觀念 但是呢 它有人質的思想 人事的作為在裡面 法治它是以領導為主 它有一切它必須以法為主 就是以憲法為主 但是我們國家領導人 它有取緣這個憲法 身體了解嗎 就好像您教授一樣 您對憲法第一條 你們了解嗎 我想一下 我要講說真正很現實的 我問你 憲法是第一條 你也反不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國家很多高級精英的人 精英 它沒有辦法對我們憲法主 身體的認識 那麼我們的警政 我們的這個警察員 它是不是有呢 我想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的這個警政軍 他自己本身的心態 最近報紙上登出來了 你這個澳門的這個投資 我們警察人 他本身心態不足 性建設不足 他怎麼去維持這個社會的和平呢 所以我講一個很現實的例子 也就是憲法之間產生的問題 我們台北市政府曾經發了一份文 就是電梯的事情 他說依據憲法的話 你一個老舊D&D應該 加裝安全設施 好 這個委員會 他就說按照我加裝了 這個安全設施 加裝以後 結果呢 保管了公共財產的這些人 這個人 不肯付款 不肯付給這個加裝的人 像這種狀況的話 這種狀況的話 這根本是違反這個社會道德 是不是 不管你其他行事訴訟 民訴訟 結果都被駁回 因為這個在訴訟法上面 一個是非高速乃論 公共危險是高速乃論 那高速乃論不成立的話 你檢查官會主動去偵查 公共危險 但他沒有去 這個電器的使用 很多譬如老人 成長人士 或是要做商場拍賣這些人 他全是被剝奪了 這種現象非常非常糟糕的 也就是說我們司法不是去真相發現 而所產生的效果都是反效果 我們這回時報最近跟了一篇 中正大學 您剛提出中正大學 黃仲勳 他來做社會調查 台灣100個人裡面 目前有84.6個人 他對台灣的司法不信任 那我們的法官不是警官呢 他到底幹什麼呢 當然啦 您專精於警政方面 您其他東西很詳細 但是裡面的漏洞 假如我們一對一的話 三天講不完 像這種狀況不是警政的問題 它產生問題 那您要怎麼樣來處理 謝謝 好 那謝謝 這個 聽起來說 現在才28%相信司法 所以這是要司法改革 只是不曉得怎麼改 這個就跟轉型正義 不曉得怎麼轉一樣 那謝謝 那剛好 其實這個司法改革 不管包括公園體系 怎麼去增加它的透明度 所以這個也是現在聯合國管 他們公園現在沒有化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來多關懷 多關心 那其實能夠讓它更透明 那形式司法 它今天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就是它是獨佔 然後它又有很大的材料前 然後又缺乏客人 那站在我們社區治安的角度 希望大家 多去關心司法 等於好像在八分一樣 大家前面來監督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最近 像顧女團體 針對那個性侵害就盯得很緊 它就不得不從量行 開始去做一些指標 剛剛兩個禮拜前 我去司法院參加一個 電信詐騙 你知道現在都低度量行 我堅持說一定要加一個 被騙了之後 對被害人的影響 刑法學者說反對 這個不可一期的 我怎麼知道他騙了之後 他會去自殺 會加破連亡 我說早期的騙是騙對面 現在都透過電信詐騙 你也不想騙誰啊 但是你就要可以一期說 你這樣子不特定的人 有些人真的會被你騙了之後 會去自殺 我那天看大陸微信 有一個甘肅的老師 有甘肅省 都存了二十幾萬人民幣 一期之間就被騙了 後來隔天就自殺了 這種 你 形態已經不一樣了 你在量行上面 是不是要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後來我很堅持 因為那個是用投票表決 後來把這個演練為一個因子 加重的因子 謝謝你的關心 好 那下面什麼問題 來 請請 徐教授你好 我剛好這個 你是請大的這個教授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今年的那個請大的 就是二級考試 英文取消了這個原委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英文是世界語言 為什麼這個科目 今年是取消掉了 二級 沒有沒有取消有考 我剛好那天有去兼考 是沒有 沒有沒有 今天英文還出得很難 我還特別兼考 我還特別看 沒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消息 那這個消息是錯誤的 錯了錯了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嘛 五月二七二八考試 我還去兼考 謝謝 剛好 我問到 那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 對不起 我再講一句 那個 少年 曾經老年 老年曾經少年過 培養一個專業知識 的人才不是很簡單的 像黃世民那樣的 他當了檢察總統 今天是我們檢察官 普通一個檢察士官可以解除他 可以法官可以判決 那他是經過國會 可以同意任命檢察總長的 結果呢 我們國會自己打這個臉 是不是 你國會既然可以同意這個 他當總統總長 那他的總統 他直接對總統負責 那我們的檢察官怎麼可以 我們的這個立法院 我們的這個司法 怎麼可以這樣 是不是 而且他不需要根本授言 你到底 你這個裡面有什麼 犯罪因素在裡面 你不給人家交代 你官司水不動箱 他有受益者 有受害者 你獲利從哪裡獲利 哪裡受害 你要把它牽除嘛 都沒有啊 你就說把這個檢察座 這個檢察座 給他判了一年半 哇 就這樣好奇怪 就因為我們國家 這個領導人 他基本的政治的心態 就不對嘛 好不好 南界軍把這個帶回去 不是 所以下次要多辦一些 司法改革的院長 之前辦很多 我們辦了16年 他進入每一場都來 他真的16年啊 每一位檢察長 每一位院長 每一位檢察長 他都來 每一位檢察長 每一位院長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請不要客氣啊 向我們這個主導人請教 有什麼問題沒有 好來 請教 來坐 喔 檢察長 檢察長 我想首先是 跟趙先生的意見不一樣 我覺得今天 許教策的演講非常精彩 那當然這個 我個人也是對被害人 這方面也是身體力行 因為我曾經因為被害人跟被告之間 到底誰的保護的重要 跟一個司法院的高官 有非常激烈的論戰 那許教授剛剛講到了 關於被害人的保護 我想為什麼一些良情 尤其是詐欺判得那麼輕 個人潛艦認為是法官 他的定位弄錯了 因為他應該跟檢察官一樣 是中奎 是兩個不同等級的中奎 就是有一個人犯罪 他到底有沒有罪 第一個是要看他是不是事真明確 那他如果他有罪的話 就應該更進他的罪行來判他的刑度 但是很多法官他的角色 從中奎變成官司英 官司英是普渡眾生 就是慈悲 但是事實上是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台灣變成毒品泛濫 就像詐欺橫行的社會 讓人民對司法非常不信賴 純粹以詐欺來說 最近法官對於詐欺的良情 他會判比較重一點 不是說他們了解到自己 當官司英不對 然後想要去當個中奎 去審認說假官起訴有沒有道理 他被告是犯了於是重的罪 所以判重一點 不是 他們的理由是說 我們被罵他臭頭了 所以要判重一點 我覺得法官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應該考慮到 被害人心裡的感受 我個人比較喜歡劉文正 是因為他有一首歌 他弱勢已在我身邊 他心中都是弱勢 所以把弱勢都放在他的身邊 那當然個人一點請見 是關於許教授所講到 毒品這部分 雖然許教授也是很慈悲 認為說吸使毒品 假如說給他一個良好的環境 他就會像美國那樣子 越戰打回來 只要有個支持理論 他就變成90%就不吸使毒品 個人潛艦認為說 台灣已經毒品氾濫、詐欺橫行 純粹以毒品的角度 個人還是認為 應該像東南亞這樣的國家 只要15公克的毒品 就應該判以重刑 我認為這種警截、這種警惕之心 應該比較適合台灣的社會 請教你、許教授 謝謝 謝謝 第一個講到量刑 其實我們量刑還是都是以家人為重心 第一個卡給他的責任 再來是量刑的指標 日本在2009年就有裁判員制度 就是台灣現在要推的 不管是將來是參審、官審 或者是陪審 將來人民參與審判是一個趨勢 那後來日本在裁判員進來之後 他們不只在事實認定 還有包括量刑他都可以介入 那最近他們就發展出 慢慢也要考慮到被害人為重心 這個可能是將來一個發展的趨勢 那台灣的量刑 我們黃暴聯盟 我現在參加一個台灣黃暴聯盟 我們去走了四年法院 那第一年去走 他說 其實我們是想要中度量刑 但是到高院就被擋回來 所以第二年我們去走到高院 那高院說 那我們如果中度量刑的話 最高法院就擋回來 我們去年也去最高法院 反正就是那個文化就是這樣 第一個去做那個量刑影響因素的就是性侵害 為什麼? 婦女團體盯進了 盯住了 就是我們那個黃暴聯盟 所以他現在有幾種類型都有在做 就是把那個因素出來之後 全數弄上去 將來他會公佈在 他現在已經有幾種類型都公佈在網上 你就根據你的情況 你可以去網路上面去打進去之後說 大概這個會多少年 當然這個是他審判獨立 將來你落差太大 我們大家就可以去檢警他了 去供他 說你這個量刑指標都出來 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所以這個也是慢慢的 所以我說我們大家要多激活一點 大家站出來 我剛剛講的 被盯上了他就有壓力了 那第二個就是毒品 其實那個我剛剛講的是針對吸食的 你販賣、運輸 那個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這個吸毒者怎麼去處議 這個都是各國最頭痛的 因為當然我們台灣 有這個壓病戰爭的因應 那包括南美現在都開始在反思了 那這個東西 傳統的鴿派、鷹派 一個就是毒品就是犯罪 那一個就是毒品政策才是問題 那勢必這次新政府上來 對毒品他一定也要去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建立的滿為患 就是對這個成癮性的這些犯罪者 為什麼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處理他 所以你是不是要走另外一軌 我也知道要走出罪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台灣還有鴉片戰爭 但是就是國外現在人家做的這種研究 給大家一點思考 就是說你用這種把它當作犯罪犯罪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這麼多年來 大部分都是失敗的經驗比較多 那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不同的思考 那這個不同的思考 這個社會一定要比較寬容 才能夠去接受 如果不夠寬容的話 你很難去接受 把這個毒品之後 用社會的連結把它帶進來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請教授回答得非常好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對蔡總統這次來執政 我抱以告通的期望 那我希望她在司法的改革上 腳步要加快 我跟大家報告 我基金部辦了16年的 請各個地方法院的院長 檢察長來演講 我們去年 董建設會提出來 要求檢察官 或者法官來演講 對不起 這東西我不能接受 誰知道這個法官 這個檢察官 有正面的 可能也有反院的 一個大院裡面的院長 一個大院裡面的檢察長 他是萬眾之選 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也報了一個戰戰兢兢 但是去年我接受了 面對歷史開剎的新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講 因為現在我們電視上 所看到這些名嘴 亂講一氣 根本沒有歷史的概念 完全沒有歷史的概念 今天下午這個演講 各位來聽一聽 我已經來到他的演講內容了 人家在引進季節 那天張明燈教授講了三個小時 張明燈教授講了三個小時 講得真好 把所有的美國的報紙 台灣的報紙 全部都引進季節 全部都登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基金會 從今年 我已經講了 兩年 一個是人格典範全民效法 第二個 面對歷史開剎的新局 都是請到國內 最有名的專家學者 什麼南海問題 什麼全部都在講 這是有歷史根據的 不是我們電視上的名嘴 我們現在國內是名嘴之國 它根本沒有概念 亂講一氣 我們要導致社會的空氣 另外我們的醫療想說 都是請各大醫院的院長 副院長來講 這是我們最受到大家歡迎的 因為每個人都愛 愛護自己的健康 沒有一個單位 能夠請到各大醫院院長 副院長來 只有我們基金會 我們秘書長只是跑跑海而已 是我們董監事 跟民意董事的領導有方 好不好 那再一次感謝